中俄关系的成功经验之一 是双方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 始终坚持在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国原则基础上发展新型国际关系 这一个别国家执意搞小圈子 推行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 存在着根本区别 美国违背承诺连续推动北约东扩 对乌克兰危机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俄乌冲突引发了超过500万乌克兰人 涌入欧洲邻国 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 美方却在表演室接受难民 整个三月只有13名乌克兰难民 通过美国难民项目入境美国 当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呼吁冲突尽快结束之际 美国仍在拱火交游 叫嚣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美国还不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武器 美国的真实目的不是什么和平 而是让冲突持续下去 就像美方自己说的那样 他们的目标是削弱俄罗斯 美国带来的究竟是和平还是战争 是安全还是动荡 我相信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相信你出现科兰奴代表 如果他们未经认过 您的下车会认识 冲突突出 询阅他的声音 为什么我们继续 从任何儿道德 冲突出